中国万岁!守护国旗!国家万岁!中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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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万岁! 10月1日,一群香港市民积极响应由守护香港大联盟发起的国庆全民护旗行动,前往香港多地配合警方守护国旗,以此方式庆祝祖国70周年华旦。 当天早上约10时,国庆护旗义工队出发仪式,在位于中环的香港大会堂外举行。 护旗者们举着一幅巨型国旗高唱义勇军进行曲,并高呼祖国生日快乐、祖国万岁等口号。 大联盟的很多成员表示,国庆日这天,香港晴空万里,见到国旗和香港特区曲奇,在香港各地飘扬,心情非常激动。 成员们希望香港市民以和平喜悦的心情度过国庆这个公众假期。 香港近期纷争不断,他们表示此时此刻,更应该要珍惜一国两制政策,希望香港早日恢复以前的安定状态。 出发仪式之后,国庆护旗义工队分别乘车前往港岛、九龙、新界东、新界西四地守护国旗。 其中九龙支队成员分别前往香港知名地标、尖沙嘴码头、九龙公园以及望角大球场进行护旗行动。 义工队成员在各地合影留念。 很多参加护旗义工队的香港市民表示,在香港守护国旗有着特别的意义。 他们认为作为中国人,有责任和义务走出来支持国家。 每天都希望等着一个这么开心的日子到来。 因为今早上我们觉得很开心,一大班示范市民自己就一起来这里,集合一起庆祝。 昨晚整晚都很开心,等着国庆次12点之后就开始大家一起很开心。 每个都一起等着庆祝的活动。 他的激动的心情过来庆祝国庆,还有租国家繁荣富强。 国家好,香港好,我们的小家也好,所以就过来了。 我们要维护国家,维护国家的利益,富好国旗,跟着国家走。 港湘过来,今天七十周夜,大学日子,我就走过三日。 那么我就很烦地隔隔红海唱哈哥哥唱哈歌唱哈歌唱我们的祖国。 三日快乐,生情特别开心。 守护香港大联盟表示,国庆全民护旗行动得到爱国爱港市民积极支持。 短短几日,有上万香港市民报名参加活动。 感谢观看